最近公布的一篇关于新发展格局的重磅讲话里 领导有几句话让人印象深刻 第一句话是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子 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 第二句话是 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 惊涛骇浪中 增强我们的生存力 竞争力 发展力 持续力 毫不夸张地说 世界的前景高度不确定 这次疫情还没到1918西班牙大流感的形势 彼时全世界死亡达5000万 我总是有种感觉 全球最危险的时候还没到 统筹安全与发展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愿景 目标中很关键的一句话 我们面临的安全是系统性全面的国家安全 我们应该学习教员的智慧 一切事情都要从最坏处着眼 通俗来说就是底线思维 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同时 绝不能在战术上也藐视敌人 那样极有可能吃大亏 当前印度及其周边国家正在爆发新一轮新冠疫情 其诡异的爆发时机 病毒的快速变异 杀伤力的大幅增加 均明白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 某些国家及其背后的西方寡头集团 正在发动一场毫无人性 毫无底线的世界大战级别的全球生化战争 阶段性的多批次的在世界各国投毒放毒 刻意制造疫情扩散危机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正在衰败的对手 这个国家是海盗民族 是没有任何底线的民族 它不是今天没有底线 它从来就没有底线 它是如何没有底线的呢 182比1 每一票否决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拒绝开放美国生化实验室 近日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缔约国提议建立一个核查机制 以保证各个国家认真履行承诺 然而在183个缔约国中 有182个国家投了赞成票 唯独美国投了反对票 美国之所以否决该检查机制 主要是因为它拒绝开放 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和海外生物实验室 拒绝任何国际组织进行调查 美国成为唯一反对核查机制的国家 它究竟是在隐瞒什么 外界不得而知 但是美国刑取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 至少说明美国极有可能 还在进行大量生物武器的研究 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 不止如此 美国还公然拒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禁止将影响气候手段 用于军事目的的公约 原因很简单 美国正在研究气象武器 而且还在阿拉斯加建立了专门研究 利用高频电磁波 对高层大气进行漱控的研究 即达到所谓的呼风唤雨 改变气候的目的 该项目被命名为HARP 一旦该武器研究取得突破 意味着可以人为引发台风 暴雨海啸等气象灾难 以起到打击对手的目的 美国的一系列做法 只会导致一个可怕的局面 那就是为了应对美国可能掀起的 所谓升化战争 气象战争 各国也不得不做准备 全世界将不得不进行升化 气象武器军备竞赛 面对这种对手 我们一定要有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 我们现在正处于非传统战争中 现在就是准战士状态 这是对形势的审慎判断 我们早已在斗争的中盘阶段 底线思维是保存自己的唯一正确方法 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打 就是升化战 面对对手的无奈和无底线 我们真要做好长期面对升化危机的准备了 对手实力不济 只能搞非对称威慑了 他在阿富汗有个升化实验室 这次撤军也该滚蛋了 但不搞点事是不可能的 美国生物武器研究渊源流长 美国在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历史 可以说是渊源流长 早在19世纪西晋运动期间 美国白人啃荒者 便将患病而死的牲畜 家禽甚至是人的尸体 丢弃在印第安人活动区 以其达到驱赶原住民的效果 在朝鲜战争期间 美国也使用了细菌武器 更为臭名昭著的是 美国人为获取731部队的人体实验数据 与细菌战的实战记录 为战犯 731部队的领导者石井四郎提供庇护 毫不夸张地说 依靠石井四郎的细菌战材料 与美国强大的生物科技水平 美国是世界上生物武器水平最高的国家 俄罗斯外长 美国在全球部署生物实验室 动机不全 去年5月13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美国在中俄两国周边 密集部署生物实验室 并且不愿公开生物实验室内容 其行为和目的令人生疑 2019年6月 独立新闻调查机构揭露称 美国军方在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 设立了生物实验室 秘密研制生物武器 这些实验室分布在格鲁吉亚 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 以及中东 东南亚和非洲地区 报道称 这些实验室都属于所谓生物协同计划 该项目是由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 出资21亿美元设立的 与美国开展所谓生物合作的国家 除了非洲 基本都是中国 俄罗斯的邻国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美国和这些国家展开生物医学合作的同时 获得了大量的人种基因数据 有了这些大数据 美国展开生物战易如反掌 未来不需要热战和核战 只要对特定人群 族群 开展生物战 基因战 一切都搞定了 真正的低成本 强威慑 高回报 去年疫情期间有一篇文章很火 题为 一篇2010年的奇闻 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 据悉 作者有一定背景 文章提到 美军可能的颠覆性技术突破 美军在太空 反导 动能 定向能 机器人 生物基因 地球物理 网络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突破 将打破美国同中国 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平衡 使美国获得强行改变国际和平格局的 有力筹码 对此 中国需要高度警惕 并力争在最尖端的军事技术领域 迎头坠赶 这是2010年 文中对美军战略技术发展方向的预判 这篇文章去年被网友挖出来 大呼神预言 网友盘舌相位认为 展望未来 深化威慑时代有许多不同于以往的特征 一 和大国不会发生战争的戒条被打破 二 非和先进国也能建立威慑平衡 三 恐怖主义门槛降低 自杀代毒大量涌现 四 西方现行治理 面临颠覆 五 原先中小国的独立空间 大大压缩 值得警惕的案例 神秘的卢加尔公共卫生中心 根据美联社报道 早在2018年10月 俄罗斯国防部就指出 美国似乎在格鲁吉亚 秘密运行生物武器实验室 违反了国际公约 并对俄罗斯造成了威胁 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 伊格尔·基里洛夫当时指出 美国在格鲁吉亚出资设立了 理查德·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 格鲁吉亚国家安全部门 披露的文件显示 卢加尔研究中心 曾把志愿者当作实验室囤属 用来测试一种新的致命毒素 2015年至2016年间 有73名参加测试的志愿者死亡 基里洛夫指出 俄罗斯南部一些病毒性疾病的传播 可能与卢加尔中心的研究有关 另外 携带克里米亚 钢果出血热病毒的昆虫 也反常地出现在俄罗斯南部 他认为 这些与美国军方的实验室不无关系 2019年独立新闻调查机构披露 美国在格鲁吉亚 设立的卢加尔公共卫生中心 据当地的美国空军基地 近17公里 机构称 卢加尔中心开展的军方科研项目 包括对生物制剂的研究 以及对病毒性疾病的研究 此外 实验室还在收集生物样本 用于将来的实验 报道称 负责运营卢加尔中心的 是美国陆军的生物学家 以及几家美国私人企业 这些美国企业的职员 获得了外交豁免权 企业为美国政府工作 不受格鲁吉亚政府的约束 参与卢加尔中心研究项目的 美国公司背景 各个不一般 CHRM Hill聘用的是前任生物战科学家 而巴特尔纪念研究所 在生物制剂方面 有丰富经验 在1952年至1966年间 巴特尔研究所 就与美国军方签署过 11项生物武器研发方面的合同 过去10年间 巴特尔研究所 还得到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资助 在马里兰州 德特里克堡陆军基地 运营一个生物实验室 国家生物防御分析 与对策中心 它还披露 在与俄罗斯接壤的乌克兰 美国军方设立了 11个生物实验室 据悉乌克兰政府 无权管理自己国土上的 这些实验室 不能公开关于 美国这些实验室的敏感信息 乌克兰还需要将 一些高风险的边缘体 转交给美国国防部研究 2016年1月 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市 短短两天内 至少有20名乌克兰士兵 死于流感样病毒 另有200多人住院 后来疫情开始扩散 截至2016年3月 乌克兰全境报告了 364人死亡 其中81.3% 都感染了甲型流感 PDM09病毒 2009年 该病毒曾造成全球大流行 美国军方在乌克兰运营的 十几个实验室中 有一所正是位于哈尔科夫市 据信 正是这所实验室 泄露了致命的流感病毒 这样的卢加尔中心 在中国周边还有很多很多 相信还有更多类似的东西 正在部署中 对手绝不甘心中国的崛起 也绝不甘心就此退出第一岛链 世界局势 进入类似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一个字乱 既然是乱世 中国就不能一味固守 传统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 否则将处处被动 处处被撤走 我们应该捡起 那个时候老祖宗给我们的遗产 尤其是纵横家 兵家等智慧一起使用 为何教员让西方胆含有佩服 教员是熟读中国历史 与诸子各家 二人世界疫情发展趋势 远远没到高潮时刻 中华民族必须在 古老中医的护佑下 才能克制敌胜 去年疫情控制之后 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 扶持中医药的政策 不是偶然的 未来生化战愈演愈烈 中医药将是克敌利器 天之江明 其余还有烈 分析形式最深刻的感受是 他们已经没有了 使阳谋的本钱 只能来阴的 较量在升级 真正的摊牌决战 我也是不远了 多次说过 在存量博弈的残酷世界 未来极有可能陷入准战争状态 说到这里 忍不住再次提一下 科幻小说三体 三体是伟大的政治预言 刘慈欣是划时代的作家 小说写的是 人类如何面对 外星文明的侵略 降文一下 就是中华文明 和外来帝国主义文明的对峙 书中的人类守护者罗吉 是我最钦佩的人物 他有跟敌人同归于尽的 决绝坚韧 他当人类守护者的时候 外星三体人 拿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他对三体人采用的手段 是同归于尽的威胁 面对这种 鱼死网破的威胁 三体人退缩了 当我读到 罗吉用这种 几乎无法想象的谋略 打败三体人 并赢得恐怖平衡那段 激动的都发抖 在激烈的国际斗争中 中国想生存下来 并赢得这场较量 必须要有罗吉那样的制胜思维 那样的坚韧决绝 整个宇宙就是一个黑暗森林 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 幽灵般前行于林间 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 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声音 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 他必须小心 因为林中到处 都有与他一样的前行猎人 在这片森林中 他仍旧是地狱 不可否认的是 如果低估对手的邪恶黑暗 而缺乏警觉 将把自己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在今天存量博弈的残酷世界 这种丛林法则越来越明显 面对这样一个黑暗森林 和无处不在的敌人 今天的中国 尤其需要罗吉身上的血性 或者叫复仇本能 不惜同归于尽 罗吉身上根深蒂固的复仇本能 令对手胆寒 缺乏复仇本能的民族 尤其是大民族 不配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理由很简单 如果作恶不受惩罚 敌人就会越来越凶恶 直至夺去你所有的生存空间 小说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洞察 没有人性 后果很糟 没有受性 一切全完 这并非有意抹黑人性 或者受性平反 作者只是一种平静冷酷的心态 来重新审视人性的内涵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至今 有顽强 隐忍和坚韧的良好品性 如果说有软肋 那就是我们过于热爱和平 以善心揣测他人他国 品性过于良正慷慨 面对今日的世界 我们需要血性和逻辑身上的决绝坚韧 尤其是复仇意志 唯有如此才能强势生存